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27号星期五 最近在美国防疫当中有一个人 就是说非常的有名 就叫福西 有点相当于美国的钟南山一样 他为美国政府30年间的抗疫工作 都是做首席顾问 在美国也是老百姓比较相信他 他与比较敢说 而且说的话老百姓能听得懂 严谨一概著称 那么在3月22号的时候 当时川普使用中国病毒这个言论 福西实际上是不赞同的 福西说 有人是说福西你赞同吗 你怎么能站在旁边听他说 福西说我也不能跑到麦克风墙 把它推倒在地 对不对 我也不能这么干 所以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 老头你通过这个 你能看到他很聪明 他很知道如何去应对这个问题 那么昨天3月26号 白宫疫情疫情发布会上 记者就提问说 说参议员卢比奥说 说世界卫生组织偏爱中国 偏袒中国 当然他偏爱这个词 你可以翻成偏袒 或者偏向都行 对吧 然后众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首席代表 麦克豪尔也质疑 世卫总干事 谭德赛 说谭德赛和中国的关系 已经过于紧密 已经向全世界的亮了数次的红灯了 实际上我觉得我已经之前已经说了 美国CDC他们实际上下面很多人 已经对谭德赛就这么处理 这次的事情 已经都是用F开头了 从而已经都骂了娘了 对不对 觉得谭德赛太糟糕了 中国人都开玩笑 说100年了 德先生没来 赛先生没来 谭德赛先生来了 对谭德赛也是极为不满 现在全球 要求谭德赛下课 好像已经超过50万人联署了 好 然后记者提问了 然后就问川普 川普说 我认为这种议论 已经存在了很多 很多人都说 世界卫生组织在跟中国的关系上 对全世界的亮相都不公道 处理的不好 很多人都能感觉到 他一直就不公平 说世卫已经非常明显的 站到了中国的一边 很多人对这件事情不满 世卫偏向中国的说法 已经有很多年了 这个时候川普就觉得 你看每次我这么说 你们都觉得我说的不对 都怼我对不对 这样吧 他转过头来 对着福西说 说 你希望我把你带到这场政治争辩里来了 就是说你要不要你来说两句 你看每次我一说 他们都说你跟我观点不一样 你要不你来 你来了 川普多坏 福西说不 我不希望你这么做 但是我也有话要说 然后福西说 说谭德赛是一个还不错的人 知道吗 说谭德赛还在埃塞俄比亚当卫生部长的时候 我就认识他 认识他很多年了 但是他也说也很显然 他说过去这几年当中 很多年当中 任何说WHO没有问题的人 那么都是没有关注WHO的人 就是说你只要关注的话 你都知道WHO是有问题的 如果你说WHO没有问题 你就一直没有关注WHO到底做了什么 对吧 他说但是我认为谭德赛领导下的 世卫做的还不错 说几小之前 我还跟谭德赛的 及世卫的通了电话 还在那协商 记者就说 你不是说你说谭德赛还不错 对不对 他就问你 他说那么谭德赛赞赞扬中国 疫情非常的透明 你怎么说 福西说 不 我不会探讨中国问题 你们问的是谭德赛 咱们就说谭德赛 我觉得谭德赛很像中国问题 有福西是那种典型的 美国的那种 就是说有信仰的 那种有理念的那种人 你知道吗 他们尽量的就是说口不出恶言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任何谈任何一个人 尽量谈优点 就跟美国老师一样 这学生再糟糕了 他说wonderful 你做的很好 你要继续努力 你是一个很独特的人 你知道 他是这么一种人 你知道他尽量的就不说不好 那么如果一旦对一个人 就是说一个字都不说 说不了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就说一点好处都没有的时候 这就说不出来了 他说我不会讨论中国问题 你们问他 你们问的是谭德赛 记者说 我现在问你中国 对不对 你说 事倍现在称赞中国 对疫情透明 应对疫情的爆发 指挥得利 我现在就问中国了 你不是说他问了 堂堂 我现在问你中国 福西说 我不会评论这件事情 我对此没有任何看法 然后他顿了一下 说 我想说的是 这么说 我不知道你在问什么 然后福西就离开 养开了 就躲开了 然后川普 我们川普就在那说 哈哈 就是说 欢迎福西也加着我们 就这么说 然后副总统彭斯 就其他议题发表了一些发言之后 过了几分钟 福西又来补充说 福西说 就是说 那意思 他也不说 川普说的不对 他也不说对 他说 我对于中国的问题 我刚才的发言太草率了 我不应该这么做 我对此表达歉意 就是说实际上 因为他那样说的话 你想川普 马上就说 说欢迎加着 我们就觉得 你已经跟我们一样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没有 他要再强调一下 就说我没有肯定 我也没有批评 我什么也没说 不要误会 然后他说 他说回到了WHO的问题上 说回到了世界卫生组织问题 他说关于世界卫生组织 我们有很多信息 很显然 其他国家 比如说中国 他们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 更多的偏爱和关怀 比我们美国要多 这是事实 这是福西看来 就是说 他对谭德赛还是肯定的 觉得文谭德赛认识很多 娘娘这人还不错 对谭德赛是肯定的 关于中国 我什么也不想说 我也听不懂你们在问什么 但是 你们也别误会 我也没说他不好 我也没说好 我什么也没说 川普说我 加入你们一起怼中国 我也没有 但是我什么也不说 我不回答中国的问题 关于WHO的偏爱中国 他说 这是很显然 就是说其他国家 比如中国 得到WHO更多的偏爱 比我们美国多 这是事实 好吧 老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因为老头 还是说话 发言非常谨慎 到最后能够 说成这样 我觉得还是 我老头也逼的 也是够可以的 是吧 川普也挺快的 是吧 好吧 这期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